我们以为的曾志伟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身材哀笑且臃肿的吊丝男 被各种憋三欺负 他敢怒不敢言心意的女孩 一次又一次被别人抢走 他只能忍其吞声 憨态可居的曾志伟叔叔 一向以憨后可爱著称 我们也习惯了看他在荧幕前逗我们笑 在我们的心中 曾志伟一直是跟潘长江并列的明星 身材都不高 都有喜剧天赋 性格温和 都是好男人 谁知道潘长江变成了潘子 而曾志伟变成了大佬 这世界真是奇妙 潘子虽然卖点货 坑点消费者 但总归是小大小闹 而曾志伟则是实大实的迫害女明星 如果一次两次 我们可以认为是造谣 但无风不起浪 为什么总是他 我们习惯以貌取人 认为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人 我们被曾志伟的外表骗了几十年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 人家也没说自己是三好青年 只是我们一厢情愿而已 曾经性侵 蓝洁英的世界 逐渐水落石出 矛头直指曾志伟 但娱乐圈的事情 本来就说不清楚 也许就是 朴风出影了 可翻看曾志伟的履历才知道 受他迫害的何止是蓝洁英一人 相传 与他油软的女子就有十几个 这还是能说得出来的 没有露面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这不禁让我们疑问 难道这些消息都是造谣吗 虽然笔者对曾志伟印象不错 但客观地说 怎么可能大家都禁止同一个人呢 按照曾志伟的为人处事和好人员 这不符合常理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曾志伟的确做过一些错事 前段日子 报仇他和周冬雨有些关系 开始觉得不可思议 两人的年龄差距 都可以当爷爷和孙女了 另外周冬雨那小体格 但仔细想一想 男人什么时候会嫌弃 女人年龄小呢 即使到了80岁也不会 另外周冬雨这些年 确实犹如早期清纯的人设 实际上这孩子 挺敢玩的 无论是面对媒体耍大牌 还是跟余温乐水上嬉戏玩耍 都明确表明周冬雨这丫头 并不是个老实孩子 那么周冬雨参演了 曾志伟儿子的两部电影 把这些碎片整合起来 还真让人浮相联翩 几年前又有人说 他在片场跟女主角加戏争作 导致所有人都对他不满 应该不会所有人 商量好诋毁同一个人吧 不说这些有的没的 说说曾志伟的两次婚姻都很失败 然后在公开场合 检讨自己说自己做的不够好 但检讨自己做的不够好 不代表自己内心就是从善的 毕竟大家都不是五岁小孩 就相当于一个不休无数孩子 不断地跟老师承诺下次会完成作业一样 毫无意义 顺便说一下 成龙也多次说自己不是个好丈夫 更不是个好父亲 但不妨碍他继续做渣男 看来我们都想简单了 原来曾志伟是这么嚣张的一个人 这不禁让我们思考曾志伟到底有什么背景 研究曾志伟的背景就像探索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墓一样 让人大吃一惊 曾志伟果然背景不一般 先说他的父亲曾启荣就是个超级狠角色 他是香港军装署署长 这一军衔相当于金属编制中级别最高的探长 看过刘德华和曾子丹合作的电影《追龙》没有 里面叱咤风云 手眼通天的雷落就是曾启荣的原型 他的能量远不是一些黑社会的大佬 能相提并论的 那是众星捧月的角色 结果他在1977年被通缉 最后死在台湾 曾志伟虽然未必在父亲的光环笼罩之下 直接获益 但胡腹无权子 曾志伟大概率是继承父亲的强大基因的 更巧合的是 他的父亲曾启荣也曾是足球运动员 我们都知道曾志伟是明星足球队的发起者 并且曾经也是一名足球队员 种种迹象表明 曾志伟这个儿子确实跟他的父亲挺像 父子俩像是很像 但网友一直有个疑惑 那就是曾志伟在电影中往往存在感一般 除了主持过一些节目以外 并无太大成就 香港那么多明星大腕 如今都穷得叮当响 为什么区区一个小小的曾志伟能在香港首眼通天呢 这就要了解曾志伟的过往了 曾志伟继承了父亲的高情商 他人缘极好 在他父亲没出事之前 他倒是想安安静静的做个美男子 但后来发现靠山没了 就去做了武行 还是这句话 别被曾志伟的夯后外表给骗了 刚才就说了 他是个职业足球运动员 搞足球的几乎个个是个硬茶子 看着面上只是表面现象 更何况既然能做运动员 说明身体素质非常好 这也恰好证明了曾志伟 在武行身手敏捷 很受信赖的说法 我们的胖长江叔叔也是个小个子 但也是一生功夫的 可别被这些小个子给骗了 外貌有时候真不能说明什么 顺便说一下 曾志伟比胖长江高三厘米 胖长江157厘米 突然想起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 曾志伟在跟肥肥沈殿下 唱歌的时候说了一句 是不是那个姓郑的 肥肥赶快拦住她说 不要乱讲哦 当时的观众并没有多想 认为曾志伟只是给肥肥打抱不平 有些正义感 但结合着后来的一些信息来看 并不是这么简单 曾志伟是出了名的 敢说话 可但凡是这种人 要不然就是活出去了 要不然就是大佬 可以参考风小刚 在没出面之前 就是个缝裤子 这些年翅膀硬了 有多跋扈 所以在名利场上 敢什么都说的人 要么是不在乎视野的 要么就是无人敢惹的角色 而曾志伟明显是后者 况且肥肥神殿下是什么人物 那是邓光荣的妹妹 邓光荣除了赌王何红生和霍劳先生 他就没有怕的 比起什么所谓的像画墙和崩崖鞠 还要牛 那么曾志伟能在一个平台上 跟肥肥说话 可想而知他是什么人物了 虽然可以确定 曾志伟是个大佬 但还是没解释 他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我们还是被他的角色给骗了 他在戏中经常饰演 受人欺负的小弟弟 但戏中挨欺负 不代表戏外也是孬肿 我们从无间道中 曾志伟的大佬角色中 就可以看出端倪 曾志伟绝对是个好演员 他的确演什么像什么 但我们搞错了一点 那就是他演孬肿 那才是表演 而他演大佬是本色出演 这很好理解 你让一个硬汉子 演孬肿可以 但你见过一个娘娘强 能演出孙红雷的英雄气概吗 大佬气质可不是演出来的 那是多年集点出来的 不要忽视人脉的作用 好的人脉可以拥有一切 上海大亨 杜月笙其实也是从一个 市井毕业三成长起来的 他成功的秘诀就是为人处事 这里面学问大了 曾志伟明显是一个 半猪吃老虎的角色 平时嘻嘻哈哈的 积累了非常好的人脉 而量变引起质变 实际成熟之后 他就会一飞升天 曾经在2003年香港娱乐圈萧跳的时候 特别是哥哥张国荣自杀 没人放去世 更是血上加霜 这个时候大家公认的只有曾志伟 能鼓舞大家的信心 而曾志伟的确不负众望 站在台上简单几句话 振奋了香港全体艺人的信心 不得不说 曾志伟的确是为大场面而生的 曾志伟是一名优秀的影员 年轻时就拿过很多奖项 后来过渡到导演和制片人 成为了老板 如今还兼任TVB的经理 可谓一手折天 如今的曾志伟早已羽以风芒 不是那个憨态可惧的小盘敦了 经过几十年的大狼逃杀 他早已是一呼百音的香港大佬 他的确有能力把自己的欲望 凌驾于其他人的生命之上 没办法 这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不要痛恨别人的残酷 多反省自己的无能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